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海關小房間走出來 嚇到崩潰大哭 LuLu 黃鹿子茵和好友 去日本旅遊 從出發到抵達都隨事連連 老師 對 LuLu忘記帶護照 她帶到舊的護照 好瘋 先是因為LuLu帶到舊的護照 改票改當地行程 還沒出國就噴了15萬元 後來到了北海道新千歲機場 又因為漫遊設定到台灣時間 一度沒網路 只能借助朋友的熱點Wi-Fi 還以為這已經是最慘的狀況 沒想到 下午五點落地日本 卻因為企毒犬 對他們的行李有反應 讓他們分別被關進小房間裡 一行人在新千歲機場 待了九個小時 原來是因為他們的行李 有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要先檢查你的身體 脫光 你說臉內哭 對 另一名女性友人 則是攜帶減重中藥 和蔓越沒定 因為化驗結果還沒出來 護照被海關扣留 只能拿護照銀本 一直到四天後要回台灣 護照才返還給本人 不過問題到底出在哪 讓企毒犬 產生反應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經驗中是 我們是完全沒有碰過的 很小心一下自己準備的藥品 然後能夠說明 或者是說你沒有辦法講日 那起碼你那個說明書 都可以保留 隨身在使用的藥品 盡量不要放在行李箱 大家還是放在你手提的包包裡 盡量不要用一些 透明的罐子去分裝 避免這些麻煩 因為確實沒有人會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旅遊遇到可怕的突發狀況 影片在網路上迅速發酵 引發討論 出國就連準備行李 都是美嘎 資訊碼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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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in easel 謝謝大家